即將卸任的聯合國抗擊伊波拉使命負責人表示 歷史上最嚴重的伊波拉疫情在今年將會結束 聯合國伊波拉應急小組負責人安東尼·班伯利 星期五發表了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講話 他在加納的阿克拉講話時 討論了自己在去年9月他上任以來 在對抗伊波拉方面取得的顯著進展 但他亦表示危機仍是遠遠未有結束 他強調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是伊波拉病例徹底消失 班伯利表示 當應急小組在去年開始工作時 有預測說在2015年開始前會有多達140萬人染病 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 現時感染的人數是22006人 有7900多人死於伊波拉 資深人道救援事務官員伊斯梅爾·艾哈邁德 將會在星期六接管聯合國伊波拉應急小組工作 於成功